好,那我们正式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的英文叫做Superposition Principle 来,这就是它的定义 什么叫叠加原理呢? 它就是说,介质指点的振动位移 位移是一种向量哦 所以它说什么啊? 它说那它的振动位移是两个个别波动单足存在时所造成的位移的向量和 也就是说啊,这个Y等于什么? Y1加Y2,这叫做个别两个波动所造成的位移的向量和 所以用方程式可以这么写 为了让同学呢,更有感觉 老师刚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影片 就是来讲解这个Superposition Principle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Y1的波和Y2的波 哦,它们两个,有没有,向量相加,合起来就变大 有没有 那如果两个波,它的向量是一样大的话 就直接怎么样 好,波峰加波峰 这时候合起来的呢,就会最大的位移量 有没有 那如果是相反反向的话 结果呢,就会产生相互抵消 对不对 哦,什么叫Destructive Superposition 这就是叫做破坏性干涉 有没有 好,像刚才,第一个 如果两个都是正向的话 相加它的波形会变大 那如果是一个正一个反 结果会产生破坏性的一个叠加的效应了 有没有 好,那画这个叠加图形怎么画 其实也不难 你只要抓到向量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像这个绿色的波是从左边到右边 好,往右边走 那这个粉红色的波呢,是从右边往左边走 来,你看看哦 我们怎么画这个叠加波 很容易啊 你看看,我们就随便抓一个点 比如说像在这一点 Y1向量是不是往上 Y2的向量是不是这个大小 好,那你只要把这个粉红色的 好,移到这个上面 绿色的这边 好,把它加上来 好,是大概呢 你就可以画出这个叠加的波形 大概呢 大概是长这样子了 好,所以呢 它如果两个波遭遇在一起呢 蓝色的就是它的叠加效果 同样的啊 你可以一样画葫芦 如果有一个反向的波过来的话 那也一样 这波是一个反的向量 那你就用这个绿色剪掉蓝色 看看位置在哪里 好,会得到什么样 好,如果是一个反向波 大概画起来呢 会有点像这样子 好,这样子 不仅如此啊 哎,波的叠加还蛮有趣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一个绿色波 从往右走 有一个粉红色波 比如说往左边走 他们呢 如果遭遇的时候 就会发生像这边的叠加情况 然后呢 他们又会分到扬镳哦 然后又回到当初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哦 除了遭遇的过程中 产生了干涉 建设性干涉之外 然后分开的时候 哎,一模一样啊 那老师接下来要介绍 什么叫完全建设性干涉 叫Fully Constructive 什么是完全建设性干涉呢 一定要有两个条件 一波长相同 哎,就是浪达也要一样 第二个呢 一定要波峰跟波峰 或者是鼓跟鼓啊 一定要重叠啊 哎,这是两个条件 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你看哦 像这个绿色的波 跟这个粉红色的波 是不是波长都一样大啊 对不对 波峰跟波峰 是不是都同时发生 波鼓波鼓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产生 完全建设性干涉 好,我们说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啊 两波在某一点呢 是叫做同向 叫做In-phase 那什么是完全破坏性干涉 你大概可以猜到了哦 就像这个 好,你看看 波长也要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使一个波峰 对到另一个波鼓 哦,刚好是相反的 有没有 就像这个 你看 蓝色的波峰 对到另一个波的波鼓 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它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反向啊 反向英文叫做 Anti-phase 或是叫做呢 180度的这个异象 就是呢 老师这边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哦,这种叫做 完全破坏性的干涉 你有没有发现啊 当完全破坏性干涉发生的时候 这时候会怎么样啊 这时候它的正伏 你还记得什么是正伏吗 距离平衡位置的距离 有没有 这时候它的正伏是怎么样 是最小的 对不对 好,然后呢 当你是完全建设系干涉的时候呢 这时候正伏可以得到最大的 就像刚才老师有播放那个影片 你有没有注意到